产业联盟正式成立 为了带动花莲瑞穗乡周边社区产业观光 12日在瑞穗乡红叶村举行了 东部温泉养生休闲产业联盟成立大会 未来将推动东部温泉产业发展 把瑞穗乡温泉区11家温泉业者 结合了在地特色来打造主题新的套装行程 主要的用意也就是透过这样的机制 让我们能够自己提升自己 让我们自己能够自动自发自立 然后才有机会让我们的生活品质提升 温泉休闲农产能够一夜结盟 将可能带动部落产业经济发展 部落居民都乐观其成 部落目前也在发展部落的产业 还有咖啡跟生态的 我们希望部落的样态 也可以让来这里泡汤的游客 除了除了在这里泡汤 你可以去部落 体验部落的生活 目前旅游套餐已成为一个趋势 借由东部温泉养生休闲产业的联盟 期望可以整合在地特色景点 提供给游客多样具深度的旅游体验 也增加了地方的经济收益 接着赶到华林瑞穗采访报道